作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回憶的常見 顯得冷清 我卻在雨中 句句獨醒 模糊着视线 看不清醒 于是我闭上眼睛 我错过每一个好的风景 没留下多少爱的嘴 要忘记过去谈何容易 自己的悲伤说给自己 生死相依我的心 永远只为你 哪怕耗尽我一生的勇气 也许我在梦里偶尔也哭泣 醒来穿过身 悄悄地擦去 倔强的泪滴 也许我在梦里偶尔也哭泣 醒来穿过身 悄悄地擦去 倔强的泪滴 喂 导演 我马上跟素素说 好 你等我电话 喂 阿姨 喂 素素 谢导有一部青春偶像剧 想找你来演 想先给你看一下剧本 你在哪儿呢 老奶奶病了 她又不肯去医院 所以我去给她买点药 奶奶病了 怎么病了 感冒了 行 那你先买药 我去你们家找你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啊 好 怎么有点不开心啊 达达 来 坐好啊 坐好 达达 你听 音乐好听吧 好啊 开心了吧 你荡秋千好不好 荡秋千 怎么放起音乐来了 麦青姐 达达好像有点不开心 我放掉早上音乐给她听听 达达有你照顾 太幸福了 麦青姐 你要出去啊 我去看看病人 中午可能晚点回来 你先把那个米饭做上吧 放心吧 亲家母 麦青来看你了 来来 奶奶 快坐 奶奶你怎么样啊 麦青啊 你咋知道我病了呢 你工作那么忙 又让我耽误了你的时间了 您看您说的 我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 您这生病了要去医院啊 打针比吃药快得多 我年轻那会儿就不择病 这活了一辈子了 也没进过几趟医院 吃点药过几天呢 就活蹦乱跳了 奶奶您看 我给您带点好吃的啊 我给您买了爱吃的蛋糕 说您生病了连饭都不吃 您先尝尝 怎么样 好 谢谢啊 怎么样啊 你已经听见了 你尝这蛋糕啊 我这个肚子还真是饿了 来 再吃一个 我真不知道 怎么才能让女儿接受我 想起女儿对我的态度 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已经没有勇气了 我觉得 我彻底失败了 总事长 你可千万不能泄气啊 素素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我看问题就出在蓝卓身上 肯定是蓝先生 他不愿意素素离开 你想啊 他们两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他们全家 为什么死气白烈地 对素素不放手呢 依我看 问题只有两个 一 是他们把素素 当成了摇钱术 什么摇钱术啊 我要给他们五十万美金 人家都不要 那就是第二个原因了 蓝卓和素素的关系 你什么意思 我也受不好 两个无缘无故的男女 相依违命了这么多年 产生一点别的什么感情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董事长 你想想 美国那是天堂啊 他 他素素死活都不愿意 离开蓝卓 这是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 他们是长辈和晚辈 你别乱说 好 我不乱说 我不说 不过董事长 您可千万不要灰心啊 我再去找蓝卓谈谈 您放心 您要买回来了 来 来 那快 快快快跟奶奶吃肉 看一下那个 这个 这个 喂 素素 素素 老奶奶怎么样啊 她还躺着呢 麦琪阿姨来照顾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多陪着她啊 那我就不跟她说话了 学校分了点水果呢 你有空 开车过来把她拿回去 好 好 没事 记住劝奶奶多吃饭 多喝水 万一晚上要是发烧了 一定带她去医院 行了 别送我了 先回去吧 那你路上小心哦 放心 我先走了 拜拜 那女人哪 先是装成电视公司的投资商 让素素去演女一号 被素素给识破了以后呢 她又派来个姓桑的踢死滚 沈瑞呢 还要给蓝家五十万美元 说是给蓝家的补偿 看着这几招都不管用啊 她就又提出来 让素素去美国念书 要我看呢 奶奶这病啊 就是让那个女人给气出来的 沈老师 沈老师你不认识我了吗 认识 你是麦青吧 我想跟您聊聊 请进来吧 我进来了 说完我就走 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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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老师再见 老师六 尔先生您下课啦 我在这等了你好半天了 的服务啊 有好多好多事情要跟你说呢 蓝先生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的心情非常地急切 今天有什么话我就只说 polsk 好吧 出去说 你别走啊 不不不 有什么话我们就在这儿说 在这儿说好吧 蓝先生 我知道 你为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付出了很多很多 这一点我们都很感激你 我们董事长 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他会用一生的时间 来报答你和你的家人 我们董事长 她不是个没有良心的女人 今天 我就是代表我们董事长来求你的 请您放过她的女儿吧 你一定要在这儿说这样的话吗 出去说 不不不不 我用不了几分钟 我马上就说完 你看 你们的同事们都听着呢 今天我就当着你同事的面 我代表董事长向你表态 沈老师 你可能不懂这种情感 六岁到今天已经是十二年了 这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十二年 是刻骨铭心的十二年 人和人在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情感 是很难以割断的 兰卓她付出了她所有的心血 她什么都可以抛弃 就是为了把素素带大 把她培养成才 她付出了多少都辛苦 所以兰卓根本离不开素素 素素更离不开兰卓 你认为你能把这种情感给分开吗 你忍心分开吗 我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 叫《兰月亮》 后来我把它改编成了电视剧 我把兰卓和素素的故事写在了里边 你知道吗 这部戏我是流着泪写完的 我写了兰卓对素素的爱 写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你要想知道他们之间 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你看完这部戏你就知道了 还有奶奶 奶奶可以把她每个月的私房钱 都拿出来给素素 现在在奶奶心目中 除了兰卓 最重要的就是素素了 可是奶奶现在 她怎么了 把素素留下 不要带走她 我想 你应该希望素素能够快乐地生活着对吗 我们会用毕生的时间来报答你 当然 你也可以提出条件了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我们一定答应你 校长 梁老师 你们在干什么 您是校长吗 校长 校长也来了 校长 你好 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桑梅林 是兰卓先生的侄女 梁素素的亲生母亲 梅凯影视公司 沈瑞董事长的助理 也就是说啊 兰卓先生的侄女梁素素 是我们董事长的亲生女儿 这些年嘛 我们董事长一直都在国外 走之前呢 就把女儿委托给了兰卓先生抚养 我们董事长 非常感激兰卓先生 把她的女儿带大 现在素素已经成了大明星了 可是她连大学也没上过 我们董事长啊 就想把女儿接到美国去读书 可是素素她就是不答应 她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跟自己的母亲 去美国读书 梁先生 你来说 当着校长的面 你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吧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怕说不清楚是吧 你怕说不清楚是吧 那好 那今天我就坦言问你一句 你跟梁素素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不说是吧 那我说 当着你们校长和老师的面 我就坦言了 梁先生 请原谅我在你的校长 和你的同事们面前 说这些私事 可我不得不说啊 这梁素素她还是个孩子吧 可你呢 你是个成年人吧 不再是那个幼稚的学生了吧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两代人 她管你叫叔叔 她是你的侄女啊 你怎么能 让她这么依恋你呢 你们这样发展下去 这是很危险的 这是一种畸形的关系 这会扼杀一个青春少女的 前途和未来 你知道吗 梁先生 各位老师 我说的对不对 校长 你说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桑梅林 素素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这条恶心的狗 居然这么下流 你给我滚 素素 喂 素素 是你吗 桑梅林去书书学校闹事 是不是你指使的呀 她 她伤害兰卓了 为什么呀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哪 沈董事长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想让我去美国门都没有 你们赶紧给我滚回去 别再打扰我们了 我告诉你 我只有一个名字 就是蓝心儿 我永远都是蓝家的人 如果想让我对你 还有一丝感谢的话 那就是谢谢你 把叔叔带到我身边 把叔叔带到我身边 沈董事长 我告诉你 想让我去美国门都没有 你们赶紧给我滚回去 别再打扰我们了 我告诉你 我只有一个名字 就是蓝星儿 我永远都是蓝家的人 如果想让我 对你还有一丝感谢的话 那就是谢谢你 把叔叔带到我身边 喂 董事长 喂 你对蓝桌干了什么 你说话 你到兰州的学校说什么了 反正没有告诉我 你马上给我滚回去 下课 起立 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 喂 喂 什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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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奶奶 你的感冒怎么还没好啊 等叔叔回来 一定要让叔叔带你去医院 叔叔 叔叔 来了 怎么了 你现在跟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 你妈妈出车祸了 我不去 我跟你说啊 她是你的妈妈 她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告诉你到那儿 你要认她 你要叫她妈妈 你知道吗 但是 什么都不要说了 董事啊 怎么样 疼吗 他就你 谢谢大家 谢谢 思索 妈妈对不起你 董事长 你别难过 一切都会好起来 是他生命叔叔的气 怎么晚了你还不睡觉 跟我说说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在想 想爷爷 我在想老奶奶 我在想 小的时候 叔叔经常带着我去吃肯德鸡 麦当劳 那个时候 每次吃完 叔叔 带我回家 我都骑在叔叔的薄薰上面 大声地唱着歌 我还不知道 叔叔那个时候 肚子生饿的 还有麦青阿姨 他花了那么多钱 给我上明星学校 还给我 还给我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我 还有爷爷 爷爷最爱喝咖啡了 他每次一喝 就是两大杯 咖啡 我现在特别特别想 给爷爷买咖啡 要买世界上 最好最好的咖啡给他 但是 我现在已经 不能买给他了 你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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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叔叔是一个很有良心 很孝顺的好孩子 可是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小朋友了 所以你自己有辨别 辨别事情对错的一个能力 那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躺在医院里面的那个 她 是你的亲生妈妈 我只是把事实告诉你啊 至于你会想的怎么去做 那是你的事情 早点睡啊 不哭了 不哭了 董事长 吃药吧 喝水 我给你加点热水啊 好 好 叔叔来了 董事长 叔叔看你来了 叔叔 进来呀 叔叔 这 这给我吧 董事长 素素 你们母女俩好好聊聊 我去找个花瓶 素素 来 坐这样吧 是叔叔让我来看你的 这些东西也是他买的 谢谢你们 我知道兰卓是个好叔叔 妈 妈 兰卓 你回来了 你怎么样 你快先去看看吧 他一直在喊你 快 兰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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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卓来了 怎么了你这是 兰卓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回来了 没耽误你 上课吧 不上课了 奶奶我不上课了 我以后都陪着你啊 不上课了 你是当老师的 学生啊 等着你 讲课呢 我送你上医院 我不去 我不去医院 我告诉你 奶奶啊 要走了 奶奶啊 想你罢了 亲家母 你上哪儿走啊 你不是说还叫我扭阳根呢吗 你要走了 我跟谁扭阳根啊 我吵架都没人吵了 等你到了那边了 咱们 咱们 再接着找 现在呀 我是扭不动了 我也 找不动了 我 你 放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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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放云呢 你是 是 妈的 好儿媳啊 你永远 是 兰卓的 好妈呀 啊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拦拙的 你放心 你一定要放心 妈 就是啊 亲家母 我跟凤云呢 都会好好待拦拙的 不让她受苦 不让她受委屈 你能相信我们吧 素素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们聊聊天吧 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我知道 在你心里 一直都有阴影 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我想 通过一段时间 一切都会慢慢 好起来的 不用了 就算我是认了你了 我也不可能跟你去美国的 你还是自己回去吧 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 你也不了解我 这么多年来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 我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 舒适和蓝家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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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呀 我有 得罪你的地方 你可 别记仇了 别记仇了 请节目我呀 我哪儿能记仇啊 我这心里头啊 明白着呢 你才是大好人哪 你比我好多了 我们呀会好好带蓝桌 好好带素素 我想你赎我的罪呀 来 素素的 素素的 素素 我怎么瞧不见素素了 素素妈咱就回来了 我去看看啊 奶奶 喂 奶奶 素素素 素素 快回来 奶奶快不行了 真的吗 我马上回去 素素素 素素 你 你怎么了 我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要去看老奶奶 我只要上面自己看吧 素素 老奶奶 老奶奶 我回来了 素素素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老奶奶 老奶奶 你放心 你很快就会好的 你 你只是 你只是感冒嘛 没事的 你不是还答应跟我说 说我们要一起去旅行 我们要去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们 还有好多事情 没有一起去做呢 我还没有好好 还没有好好笑醒你们呢 老奶奶 你 你还没有看过我眼睛眼泡呢 感情 还没看过我眼睛眼泡呢 我还没有看过我眼睛眼泡呢 我觉得还没看过我眼睛眼泡呢 好,所以我擅长了 宝珠 你是 奶奶的 小宝贝 奶奶 想听你唱 唱歌 好 好奶奶 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带花要带大红花 骑马要几千里马 唱歌要唱月经歌 听花要听当地花 带花要带大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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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要唱月经歌 带花到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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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带花到地花 但是他没有 他默默地承担了一切 很艰难地带着我长大 在我心里 我叔叔是顶天立地的 从我记事的时候 我就知道 有叔叔在 我什么都不用怕 因为叔叔让我感到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有一首歌 孩子们都会唱 小时候 我也经常唱这首 名字叫 世上只有妈妈好 但是我听到别人唱这歌 我就会想 他们唱的都不对 这歌应该改两个字 应该叫 世上只有叔叔好 在这个世界上 在我的心里 我叔叔是最好的人 也是最疼爱我的人 他就是我最亲最亲的家人 这种感觉 你是不会懂的 叔叔 我理解 我已经能理解 亲爱的女儿 你好 自从在医院看了 你留给我的心 妈妈终于明白了 你和兰卓叔叔的感情 是根本无法分割的 妈妈要把你带走的想法 对你和叔叔 是多么残忍 孩子 妈妈打算放弃了 我知道 你留在叔叔身边 才会幸福快乐 叔叔 他也不能离开你 于情于理 妈妈 都不该那样自私 可是孩子 妈妈想告诉你 十几年前 我要去美国的那个清晨 那是一个让我撕心裂肺的日子 从那天起 思念女儿的苦痛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这痛苦 一直缠绕了我十几年 有时候 走在街上 看到别人的孩子 看到那些 像我女儿一样 可爱美丽的小姑娘 我真想扑上钱 去抱一抱 亲一亲他们 可我的怀里是空的 心里 更是空的 在这个世上 人们都在歌颂伟大的母爱 可我却狠心地 把我的小女儿给丢掉了 这些年 罪恶感和忏悔感 已经超越了我思念的前程 怀着这样的情绪 我常会对着你的照片跪下来 我请求素素原谅妈妈 然后就抱着你的照片 亲密 亲密 我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地把你抱在怀里 孩子 妈妈就要走了 素素 以后你和叔叔有什么事 尽管和妈妈说 我更希望你能找机会带着叔叔 一起来美国光光 妈妈会一直等着你吗 啊 管和人物 希望 编 ứ 吃 尤 stewards 最 谁抠向了我的心门 谁将我陷入天旋地转的境界 谁又将这一切全部都毁灭 突然之间感到晕眩 如羽毛般伤疼 只能屈服 只能顺从 任由你摆布 到底是谁 到底有谁 能将我伤到体无完肤 想抓住你的手 让你看看已马虎的我 突然之间感到晕眩 如羽毛般伤疼 只能屈服 只能顺从 任由你摆布 到底是谁 到底有谁 能将我伤到体无完肤 想抓住你的手 让你看看已马虎的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